在讲原物料油的时候 我还在想 到底接下来原物料的市场行情有没有 结果呢 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最新的消息 赶紧跟您最下报告 苹果好像传出来说 他为了他的Apple Watch 顶级的那一支 18K斤的那个Watch呢 预估呢 一个月要卖100万支的这个Watch 所以呢 苹果现在计划要买 全世界三分之一的黄金库存量 好可怕呀 因此呢 黄金来请看 细看哦 连续两天的红K棒弹起来了 原物料到底还有没有机会继续再涨 美元绝对关键 昨天我们注意到了美元是跌的 美元指数呢 结果25号继续再跌 跟您做一下报告 两天美元指数都在走扁 往下做修正 即使呢 前面创下了12年的新高 可是它最近已经有点涨不太动 升不太动 走扁了 别忘了 全世界所有的原物料商品都是大部分 美元计价 所以美元如果走弱的话 原物料就会有机会往上做弹高 由上阶段 郑华说了 底心打出来 黄金我们刚注意到了连两根的红K棒 苹果又要大买三分之一的黄金的库存 所以精彩了 郑华 我觉得这个原物料在这边有机会进行一波反弹 但是这个反弹是不是整个大回升波 这个部分的话可能就是还是要在观察 因为美元指数它虽然是短线上有转弱现象 可是我们看到长期来看的话 它可是还是会遇到一些问题 比方说欧洲的QE它持续进行 那美元这个地方会不会真的就转弱呢 我觉得可能它这是因为涨多了以后 稍微出现有点压魂 关于这一点我还是先追问一下 美元为什么这两天的转扁 因为叶伦人家市场解读了 他说至少后面两次的会议 我不会去升息 那就是六月份以前 它不会升息 那不会升息 前就很多嘛 所以这个美元指数就有点走扁 跟阿潮我问一下 刚刚振华讲的也对 因为三月份欧洲央行就要开始印钞票了 印钞票那么多 欧元一定会再走扁的嘛 所以市场就去追比较有价值的货币 到底六月份缓升 所以它是扁 还是说反正欧洲央行会再印钞票换个颜色 都会去追美元比较值钱嘛 那就美元再走强 两个方向研判你觉得是哪一个 我觉得还是往上的机会是比较高啦 为什么 因为一方面呢 这个欧洲他们要印钞票嘛 印钞票欧元就容易扁嘛 那汇率是相对的 那美元指数里面成分最高的 六成哦 就是欧元嘛 那么美国他们下半年有可能会升息嘛 那既然会升息的话 资金就流到美国去的机会就比较大 所以美元指数我目前认为还是看涨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且看节走 是说美元它开始稍微有点回软了 这个时候原物料它本来就有一个强生的空间 那我觉得相关的一些概念 包括第一个油价的话 当然就是对应在我们台湾的话 像包括什么 包括这些塑化二线的 或者是说像台塑四保 这些都是第一时间会有直接影响概念的受汇股嘛 你看像中仙国桥啊 那如果说这个整个原物料扩大它的范围 就是说都变成了一个黄金也涨啦 这个白银也涨啦 其他的贵金属都涨的话 那依照我们台湾过去的经验 它只要拉出一段的距离以后 我们的抗通膨概念股会稍微有一点感觉 那抗通膨的概念在哪边 当然就是像包括资产啦 还有就是很久没有动的营建股 那你可以看到最近这两天的贯德 昨天这个投信竟然也出手了 所以你看它最近这个 它就有一点点短线越过新高 底型都出来了 对那你刚刚你看这样子的话 会觉得说怎么这么长红 其实你把它压缩一点看 它去年很糟糕这些营建股跌超多的 你看这么低的位置 有没有机会跟着黄金一样 一个概念就是抗通膨 低基期 对就是一个反弹 所以这个地方也可以来做一下观察 玉堂啊 我说你研究苹果也研究得很透彻 这个是华尔街日报 是国际媒体 它披露出来我觉得应该可信度也是高的啦 所以Apple Watch 18K的那个最高等级的 对有可能苹果库克买掉全世界三分之一的黄金库存量吗 当然应该这个消息是有点夸大啦 但是他应该告诉我们是说 应该是库克是看好这个Apple Watch的 这个高档的销量应该是不错 我稍微补充一下跟着一下 他不是买库存量 是黄金的产量 所以产量比库存量其实还少一点点 那产量就有可能了 但是你要看Apple Watch能不能够卖到这么多支 而且他所需要的一个 一个月一百万支啊 他们期待啊 一个月一百万 那一年有一千万支的一个数量 就是大概15万台币左右 对 而且现在有很多 15万台币 我们周边的朋友们已经开始做预购的动作了 所以有可能 因为郭大哥朋友都定了 如果说他卖对不对 然后像包括什么三星的 或是其他厂牌的也跟他拼了 你出18K我也出18K 互相竞逐那就真的可能了 就变成不是只有Apple Watch 所以那时候黄金的价格就会更飙涨 对那时候说不定就真的变成一个强涨 不过玉堂 刚刚郭大哥给你讲到重点 一支要台币十几万也真的很贵 他算是走高 因为他有 我记得有两款嘛 之前在看一个高价的 就是刚才到这个十几万这一款 就是有18K金的一个算高档等级 因为我们知道戴手表的 戴手表有一种身份的象征 所以你如果Apple Watch都走平价路线 可能对某一些族群来说 它缺少了吸引力 当然这一块来讲 我认为销量能不能这么好 其实我还是比较中心去看 我真的比较中心 因为我觉得平价的部分 他应该会卖得比较 你要问他买不买 玉堂他是果粉嘛 如果连果粉都比较中立来看的话 我正确解读 应该就是卖不好了 是一支十几万 大陆还有很多土豪啊 他就喜欢每次就手伸出来给你看一下 所以我们不要小看 因为之前苹果库克他们也有预估说 一年要卖Watch或者是顶级这些 透透加起来是两千万支一年 那你看如果是顶级的18K的这些 18K的话你说要一千万 等于占了一半以上了 所以他这个根本就是打那个名贵的名表 名贵对 因为他要抢高阶市场 但是我认为我个人观察 我觉得也许评价这一块来说 它是比较有竞争力 我个人是这样观察 总之呢 他是未来的进行式 帮您推论过了 但是呢 现在最重要的莫过于贵买 再看贵买的分 然后再比较集中的分 您就知道有多重要了 从头到尾走稳在盘上 贵买今天的红 那是因为大盘来到超过七年来的高 所以要落后补涨 所以集中今天的跌不意外 它长在前面嘛 所以听仔细了 我今天麻烦郭大哥做很重要的三大区块 一 集中的回 因为外资前面买的大型权重股 它把它卖掉了 那如果说外资在卖权重股的话 怎么办呢 第二个 内资OTC 内资喜欢中小型股 那喜欢哪些的标的呢 内资抬头股 三 请看融资 融资呢 昨天一增加 有人说大盘今年回 因为融资散户抢进去了 所以大盘才会回 一定这样吗 错 我告诉你 很多的 郭大哥 融资增加股反而在涨 对不对 现在的情况跟过去是有点不一样 最重要就是刚刚郑王提到的 激起的问题 对 瑞涵也特别提到大盘跟融资 跟这个OTC之间的差距 那么我们去看 就是说外资熄火股 我这边列了几只股票 外资还是在买 并不是没有在买 像大力光 过去五个交易 每天都是买了大概三位数以上 现在只买三张 那么台积电过去五天 每天一万张两万张都买 现在买几千张了 大买变小买 对 这是第一个 还有什么 除了这之外 你可以发现台积电的位置很高 合作的位置很高 包括日月光 包括台光店 都已经转买为卖了 这代表什么呢 极其高的 外资的动作 确实有缩手跟熄火的状况出现 可是内资就不一样了 内资在农历年前 大家都记得吗 投薪也在卖 资营商也在卖 融资也在减 大家只听说什么 这边结账啦 那边出走啦 好像这些类资 主力业力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可是我们看今天 OTC的股票很凶 有些股票冒出头来 我们看那个单景好了 你看单景啊 睡觉睡了很久很久 红盘那一天涨平板 红盘第二天也快要涨平板 今天也在高涨 它的平台整理两三个月耶 对 但是对投资朋友来讲 这种股票我要提醒你一下 你不要去追它 它爆量的时候 只是说它低基期 过去有标信 然后有主力业的要介入了 那么介入 你等到拉回来之后啊 你再去考虑做买进的动作 同样的这里面来讲的话 你看那个家喻 这是纺织股 纺织股你看家喻的K线图啊 一样 它的股价啊 也睡了很久很久了 今天居然爆出万张以上的大量 爆出万张啊 在这个位置 绝对是有人在里面去 进场 而且做当冲 所以对投资朋友来讲就是说 你不要在大量的时候去追 但是类似这种 类似已经开始布局 我们可以看一事五九的连发好了 这只股票做加工师的 这只股票南部主力 他们喜欢做 大道成的主力喜欢做 今天也蹦蹦 冒一根超红出来了 就我不是要你去买这些股票 而是说现在很多 不管是电子或者非电子股 对对 它只要低机齐的 你可以看它 所有的均线 如果纠结在一起 开始放量的话 那么就代表主力开始 内资开始完了 郭大哥我问一下 因为刚刚看到那个内资抬头股啊 感谢您抓出来 因为我前两天 在大涨过程当中 其实没有什么主力的感觉 跟内资的感觉 都是外资 所以今天是不是比较明显 业内主力进来 我这边列的 你看那个万国也是一样 万国这股票过去 并不是很热门的一只股票 你可以看万国的走势 就不一样 通通通通 一个就冒出去了 对嘛 所以今天业内主力进场很多 这都是主力在操作 懂了 这不是外资在操作的股票 那么投资朋友就说 我这些股票给你 它其实这些股票 不见得是你立刻要去追逐的对象 但是这种形态 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就是说内资开始进场了 的确 所以大家抓内资什么东西呢 三月份里面 有很多展览 有两个生技展 有两个电子展 就是MWC 跟这个汉罗威的电脑展 MWC是全球通讯大展 对 这两个展在三月份 还有两个照明展 你可以看2393的逸光 那个股价就一路再上去 它干什么 还有两个照明展 它的卷值比高达75% 就加空了 加空 对 两个题材都在 所以这是目前我们看到 内资的抬头股 所以投资朋友从这个角度可以做思考 另外在融资来讲的话 投资朋友买的股票 我们也拿去追一下 友达群创 还是第一名第二名 代表投资朋友还是蛮喜欢面板股 不过面板股 外资在群创已经开始转卖了 而且这段季节来说的话 不见得是它的旺季 那么看最下面 上证2X的部分 还有什么呢 还有就是保护生的部分 我们的融资都在增加 代表什么 代表对大陆股市 其实在某种程度上还是看好 虽然它不再是快流 但是它还是流 还是往上走 另外要滑PCB的部分来讲的话 大家也可以注意到 它的股价最近 外资也开始 这个融资也开始做琢磨动作 这里面也有一些 一点主力的色彩存在了 那股价也上 所以对投资朋友来讲 你可以去选择低基期 有题材的股票来做操作 待会我们会在今天的 关盘重点的时候 跟大家讲 三月份里面 到底有些什么题材 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三月份只在这样听 这选股可难了 所以如果你有空 因为明天就开始放假 不过明天还是有前线百分百 明天抽空 把非凡商业周刊翻一翻 这样一听 三月份有一点点会震荡 然后提财股 怎么挑 挑对才会有机会 不过郭大哥刚刚因为讲到的上阵 二个字 我想到了 今天我在报雅谷的时候 发现深圳 这几天的涨幅 赢过了上阵 看K就知道了 深圳的涨幅赢过了上阵 然后看K 深圳现在已经创下了 标题有特别提到 好像四年来的新高 反倒上阵只有一年来的高 是不是因为深圳 因为护港通 护是上海 护港通通了之后 接下来要深港通 所以我们如果真的要做台湾相关的 路股相关ETF 找那个跟深圳相关的 是这样吗 我们这样解读好了 刚刚这个政法提到 贯德涨得很凶 对 可是今天的赵风金 永风金 这两个风金 就涨得不凶 我为什么把这个讲出来 瑞兰会觉得 我在谈上阵 你跟我谈这个干嘛 因为上阵 它是以金融保险股为主轴 那么深圳是以地产股为主轴 原来 所以在大陆对地产 开始松绑的情况之下 最近深圳股市表现相较于 上阵来讲的话 它冲得比较快 所以刚刚那个路股相关ETF 再秀出来一下 这话请教 我们如果ETF 大陆连结的 有深圳市场 就是这个 那简单 就是后面有一个深的就是 可不可以这样做来 请讲 可以可以 这可以思考 因为这个 大家在预期就是那个嘛 要深港通嘛 所以你们大家应该还记得 就是说护港通 当时的那一天 正式通车了 那当时很多人 就是国内的法人 把当时的那个保护生 卖在第一天嘛 对对对 那这一次的话 就是说大家投资朋友 如果说预期到深港通的话 你也可以试着 用这档股票去布局 那等到利多真的出来的时候 再考虑 是不是把党做一个获利这样子 现在资金有点 又移到了中小型 或者是大陆相关的 那外资买盘 在缩手的就请小心 只是缩归缩 有些外资还是挺爱的 赶紧问您插播 今天的外资跟投信 同买钞的标的比较多 总共多达了 五档同买钞 人保 联电 富邦金 中华电 跟长荣 那同卖的呢 是群创 跟伪创 你看群创 面板真的比较偏保守 从那个买卖标的 外资跟投信 阿潮 有没有比较特别不一样的个股 您帮我们注意一下 对 如果说 这个 我们先看第一名的 第一名 你看外资今天买钞第一名 是元大金 这是证券为主体的金控 对 所以 你可以看到第一名的是元大金 这个跟先前外资买钞金融股里面 像国泰金 富邦金 这些 种类完全不一样 不一样 对 所以从这个地方来看的话 外资还是持续 看好台股 你可以看到 我们先看第三名的台积电 台积电为什么今天要特别提呢 因为今天是盘头是MSCI 权重调整的生肖日 台积电它是被调降的 原来 但是呢 外资完全不理MSCI的调降权重 台积电的部分被调降 继续买吗 所以啊 如果配合上那个 K棒 你看 外资买台积电 8,412张 买超第三名 台积电今天却是收个黑K棒 换句话说 台积电今天掉下来 卖压不来自于外资 对不对 对 我想大概 这个外资 今天还是持续买 那因为今天早上苹果 它是下跌2%多的 那台积电当然也是苹果概念股 可能很多投资人 就是卖在 就是有去卖啦 这是在台积电的部分 外资不卖 那反而是继续买 那么万海呢 你也要特别留意 你看 这个油价不是已经涨上来了吗 可是你看哦 外资它买超前20里面 有四档 四档航运股 包括 万海 还有什么 长龙 长龙 阳明 华航 好奇怪哦 所以很显然 外资 从外资的角度来看 他们还是持续看空油价 因为从他的一个操作 是这样子看 那在代工的部分 还是持续看好 比如说这个第二名的是人宝嘛 那这个音乐打 这个都是在NB代工的一个部分 那么除此之外呢 我们也可以特别留意一下低基期的 低基期的反而是外资开始在买了 注意看哦 这个星光金 这个外资去买超星光金 那星光金我们知道说 他这个 第11名嘛 他其实外资先前很少去买这种 就是股性比较波动 不是像 富房金 国外卖金 比较慢比较牛 对它比较牛 你可以看到 这个星光金也都在动 卖超呢 这个卖超第一名 台下 那因为台下这一次MSCI 它是被剔除名单的啦 所以 剔除名单这个 我想这个是 因为今天是盘后生效 所以这个我想是一个 短期的一个现象 连卖8天头部出来 因为MSCI名单把它剔除掉 对那群创今天有大力多 但是反而 外资是去卖超的 似乎外资在面板的部分 似乎是比较看保守啦 因为今天群创是有大力多 接到这个墨西哥的一个大单 订单人见度到5月份 然后这个反而外资趁现在去卖 而且还继续去卖彩金 所以目前看起来的话 像比较高档的 像日月光也是加减在卖 但整体来讲 似乎对台股 从元大基因跟台积电的买超 还是持续看好台股 不过说到面板 有一点我不太懂 虽然群创建有力多 是八买转卖 但是面板低润 低润你们还记得吗 昨天传出来说 这个苹果啦 跟三星去追买啦 因为低润颗粒不够用嘛 就跟他买美光股价跌 然后低润的族群就大涨 因为低润颗粒大家都在抢 那昨天涨今天又回了 玉堂怎么解释啊 其实低润昨天的这个我觉得是 过去的消息了 不是新的啦 这个我们讲大值 大容量的一个新机的部分 是过去已经强调过的 所以我认为关注的是说 尤其摩拜有低润 其实南科华科的市张 并没有这么高 而且要抢的可能是20奈米 现在才在做一个转换的制程 那最重要的是去看报价 我们讲跟面板一样 第一季的报价 我们在之前我们讲到法术 好像都有提到 并没有太好 所以目前来看起来 也许第一季的股价整理期间 会比较长 为什么第一季的面板 跟低润的报价都会往下掉啊 其实第一季传统来说 我们讲电子股的淡机嘛 就是这样子 你说这个地方要下游 再去做一个拉货 比较难看到 也许在二三季过后 我们再去做一个追踪 或许如果有起来的话 股价应该会跟着 这个我们讲 跟着报价去做一个联动 所以双低低润跟面板 就是如果报价跌 就先不碰就对了 对对对 好跟大家做一下分享了 今天从郭大哥的内资抬头 到法人的买卖阿潮 都追踪过了 掌握到选股还是最重要 在三月份的行情 可是呢 收到那个选股啦 竞争啦 哎 放眼国际 你知道那个瑞士瑞朗哦 现在呢 跟欧元区的欧元PK上了 货币大战 竟然现在打到了 披萨耶 货币大战 货币大战 货币大战